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变革以及地缘的冲击之下,各国利促半导体制造业回流,构建自主晶片供应链的做法,早已悉数平常。 过去在半导体领域辉煌又逐渐没落,在设备和材料领域依旧保持强大竞争力的,日本半导体业自然不甘只做旁观者。 日本为重振昔日辉煌的半导体业采取了诸多举措,如这两年出台半导体数位产业战略,通过提供补助等方式积极促进台积电、西部数据等海外半导体企业赋日, 与日本企业合作办厂,国会通过了旨在加强供应链的经济安全促进阀等。 半导体行业人士分析说,从日本实力来看,虽然在设备、材料以及公寓器件、MCU领域占有一定优势,但在制造环节已远为落后,节点集中于40奈米以上。 在已经措施、PC、通讯、智慧型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时代列车之后,面向未来的数位竞争,要在资料中心、自驾车、新一代通讯标准6G和元宇宙领域赢得竞争。 日本也必然要从速产业链,攻克先进工艺难关,这才能持续保持在材料、设备领域的优势,并促进未来的增长。 日本在2000年至2010年代启动的,尖端开发计划大多没有取得成果。 2006年,出现了由东芝、日利、瑞萨成立代工企业的构想,日本政府也起了推动作用。 不过,各企业步调不一致,半年就宣告失败了。 这些挥之不去的历史无遗,都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深层次的问题。 日本在产业政策、财团体制、商业模式变革、技术路线选择、经营策略上都出了一些晕招、乱招, 因而错失了GPU为主导的计算机时代,站错了队,失去了电讯的话语权,甚而在行动时代沦为配角。 美国在打击中国半导体的招数,也在全方位升级,在建立CHIP4晶片联盟之时,还是担心不够。 日本显然也是CHIP4联盟的重要队员。 如果说日本提供台积电4760亿日元的补贴,吸引台积电在日本九州雄本县设立28奈米晶圆厂, 从而在成熟制成加分之外,那么在先进工艺的布局显然意识见在闲上。 在2奈米先进工艺项目筹划近一年之后,日前丰田汽车、索尼、日本电讯电话、日本电器、 日本电装、软银、凯霞和三菱日联银行八家日企联合投资, 每家出资10亿日元,成立了名为Rapidus的新公司。 目标是在2025年至2030年间,开始生产超越2奈米的高阶晶片, 2027年量产。 Rapidus在拉丁文是快速的意思, 可见日本对于2奈米工艺量产薪之急切。 日本欲见Rapidus重振其半导体制造领先地位, 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也让不少人产生质疑。 尽管Rapidus各大主角光环耀眼, 充分体现了日本半导体产业链的优势, 如尼康、佳能仍占有全球曝光机市场近40%的份额, 几乎垄断细片、曝光用胶等原料市场, 日本还研发出无需曝光机的NIL工艺且突破至10奈米。 另外,要知道, 日本仍为全球提供超过50%的重要半导体材料 和40%以上的半导体设备, 手握设备与材料两大王牌, 日本仍得以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保有其先进的底色。 此外,凯霞的优势在记忆体领域, 索尼将在影像感测器方面发挥优势, 软银等则可以提供资金支援等。 而且,日本政府已宣布将向该公司提供700亿日元补贴, 以资助其晶片开发及生产。 看起来好似只见东风, 但要在2奈米工艺后来居上, 日本面临的难关其实远超想象。 毕竟,从目前的40奈米大药进至2奈米, 可想而知难度之大, 不仅要投入巨额的资金, 还要跨越CMOs工艺到FinFET工艺, 再进而至GAA三座大山, 单靠日本自身显然是难上加难。 日本媒体甚至讥讽说, 虽然一个天才少年是有可能从初中直接跳到一流大学, 但半导体却不可能从45奈米直接跳到2奈米, 一口气跳酒带。 而且, Rapidus预测, 在量产前需要5兆日元规模的资金, 相较于目前700亿日元的投入, 仍有巨大的缺口代步。 或许正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 若干技术短板一时难以弥补, 在Rapidus宣布成立的同日, 日本经济产业省还宣布与美国NSTC等海外相关机构合作成立, 先进半导体研发中心LSTC打造极国研大学产业界为一体的下一代半导体量产技术研究开发据点, 并已为此拨出大约3500亿日元的财政预算。 调研机构ICI Research就认为, 每日要合作开发2奈米制程, 找资源跟资金都不是难事, 但在研发层面目前仅有台积电、英特尔、三星是比较有经验的, 且这三大巨头也都需要一段时间提升学习曲线。 要指出的是, 每日合作已将台积电排除在外, 而由于日韩之前的历史渊源, 最大的合作方可能还要仰赖美国, 包括英特尔、IBM。 据WE News12月上旬报道, 新成立的日本晶片公司Rapidus和比利时研究机构IMEC的高管, 已同意在半导体研发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合作备忘录由Rapidus执行长和IMEC执行长签署, 并得到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和法兰德斯政府大臣的认可。 不过有欧洲半导体业内人士认为, Rapidus计划在本十年的下半段, 在日本采用2奈米工艺制造晶片。 这将很难实现, 因为许多日本电子公司, 如欧洲公司, 已经选择退出尖端晶片制造, 而更愿意让台积电和三星等待工厂, 为其制造复杂的数位IC。 在过去的几年里, 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半导体在通讯、数据中心、 自动驾驶和人工智慧系统中的普遍存在。 这意味着控制晶片制造的能力是一项战略资产。 根据相关条款, Rapidus将成为IMEC先进奈米电子专案的核心合作伙伴, IMEC将与前沿半导体技术中心、LSTC合作。 同时,前沿半导体技术中心、LSTC也正在日本成立, 作为二奈米之后技术开发的研发中心。 IMEC执行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基于他们在先进晶片技术方面, 多年的专业知识以及其在全球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包括半导体行业的整个价值链, 他们将以日本最先进的2奈米技术支援Rapidus。 另据路透社报道, IBM公司12月中旬表示, 与日本晶片制造商Rapidus就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方面达成合作。 对于此,晶圆厂相关行业人士表示, 每日2奈米的工艺发展, 有没有来自各大半导体巨头的研发能力支援, 其实只是一方面, 即便可以找到一些诸如IMEC研究机构, 加快进行先进制成研发, 但后续的量产能力仍需要时间观察。 业内人士指出, 日本的晶圆厂主攻强项多在记忆体, 并非逻辑IC, 日本扮演的角色从材料端还需搭配一线设备厂, 建立产线, 共同做研发创新才有机会。 同时, 还面临人才持续攻击的挑战。 日本或许可以做sample, 可以发挥创意, 但制造是很残忍的落实承诺。 因此, 量产绝对是最大挑战, 量产的经验值对良率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 研发与制造之间的拉扯从来不会少, 日本短期并没有实现量产的执行能力。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你点赞,